為什麼這次會推出新品是愛麗莎莎呢 其實前陣子網友給我很多的意見 但是就是我們採納了某一些特別適合拿來做飲料的名字 所以我們就是一步一步的 後面還有好幾個了 所以跟愛麗莎莎之間沒有什麼任何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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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只是可能最近他的新聞也比較多啦 所以其實我也是蠻不要臉的 就是把他們的名字都變成飲料的樣子 可能有一些品項可能網友比較熱烈在討論 覺得說可能不太好喝的 我們也會去做修正 甚至是下架的 拿到就是店裡面第一杯的愛麗莎莎 你覺得喝起來怎麼樣 就是它裡面有加野果 它起來就是第一支頭位是喝酒 就是有預期中的好喝嗎 有啊有預期中的還不錯 那你今天大概排頭香的話 你是幾點到這邊 8點47 然後今天排隊的話 有想要特別買什麼飲品嗎 有那個愛麗莎莎嗎對不對 那之前那個第一家營業的時候有去進 有 我排了三四個小時 第一 第一間排了三十個小時 對我是內部那一間排 然後這一次就覺得比較快一點 對 那你大概是幾點到這邊 呃 9點半 9點半 對 那今天來排隊有特別要買什麼飲品嗎 就是要愛麗莎莎 愛麗莎莎 就是愛麗莎莎 對愛麗莎莎 那你有知道愛麗莎莎裡面是什麼 什麼 怎麼樣調製嗎 還沒有去看耶 很清楚 你想喝喝看 再給一個新的 OK 那之前 西湖開第一間的時候有去逛嗎 那次沒有分到 那次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對 所以這一次就是一定要買到就對了 拿到就是店裡面第一杯的愛麗莎莎 你覺得喝起來怎麼樣 就是它裡面有加野果 那起來就是第一支口味 就是有預期中的好喝嗎 呃 有啊 有預期中 還不錯 我想為什麼這次會推出新品是愛麗莎莎呢 呃其實前陣子網友給我很多的意見 但是就是我們採納了某一些特別適合拿來做甜料的名字 嗯 所以我們就是一步一步的 後面還有好幾個人 OK 所以跟愛麗莎莎之間沒有什麼任何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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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只是可能最近他的新聞也比較多啦 OK 其實我也是蠻不要臉的 就是把他們的名字都變成尋尿這樣 OK 那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就是愛麗莎莎裡面 有哪一些特調的成分嗎 呃其實基本上他就是一些水果茶 然後會有荔枝的紅味 所以其實這個味道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喝過 但是我們其中中間還有加了那個 呃 DK Lab的那個燕 所以他是保養眼睛的 OK 然後就是陳志祥他是那個馬卡眼嘛 就是影神什麼的 然後那這個就是保養眼睛 OK 那就是西湖首家到現在新衣第二家 中間隔兩個月 那營運跟成本上面目前都還可以嗎 呃都是 是非常健康 非常超乎我的運氣 OK 那會擔心第二家店也是 可能也會被人家 欸就是 兼聚還是 有違憲這些東西嗎 放心 這間是我們精挑細選過的 絕對不會有什麼在我什麼違憲面子 OK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之前有另外一個網紅搶搶啊 還有適合你們家的飲料 然後對於你們家的飲料 有一些評價 那不曉得TOWIE這邊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 都有看啦 其實都有看 我只能說現在目前網路上的評價 大部分 都是正面的啦 都是正面的 我自己看起來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 呃 可能有一些品項 可能網友比較熱烈在討論 覺得說可能不太好喝的 我們也會去做修正 甚至是下架的 OK 那接下來還會帶有新的產品嗎 比方說 要再用另外一個網紅命名啊 或者是 有計畫再繼續展電嗎 呃 目前展電的部分 其實都有在規劃啦 那目前下一波應該都是 加盟組的電會出來比較多 那 你說新的品項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 有規劃了四到五個 但是就是慢慢出慢慢出 就算了 我 就算了